嗨 大家好 我是Denise 今天呢 我要帶你們去澳洲的超市 然後跟你們推薦澳洲必買的巧克力零食洋芋片 那為什麼想要做這個呢 因為每次當有人問我說 喔 我應該要帶什麼回台灣 或是我來澳洲要買什麼時候呢 我就會非常非常的激動地告訴他們說 你一定要試試看這個糖果 你去澳洲你一定要吃這個 你到超商的時候你一定要買這一款巧克力 你一定要試試史密斯洋芋片等等之類的 沒錯 我就是這麼激動的人 所以呢 我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你 在台灣 你們在看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讓你們看一下澳洲的超市到底賣些什麼 讓我如此的著迷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出發吧 好 我們現在到了餅乾區 所以這一區全部都是賣餅乾的 就是巧克力包著的餅乾 就是巧克力包著的餅乾 澳洲非常非常有名的特產 我買到澳洲就一定要吃這個啊 然後它有一個特別吃法 等一下示範給大家看 它現在還專門為了特別吃法 它叫Ping Pan Slam 設計的 專門Ping Pan Slam 的餅乾 那 我通常都是買這個 這個是我最愛的口味 珍果焦糖 這是我最愛的口味 推薦 推薦 我通常會因為買黑巧克力焦糖口味 這是我最喜歡的口味 因為它本身蠻甜的 所以黑巧克力的話就會綜合掉它的甜度 所以必買之一 Ting Pan 所以你為什麼要推薦 你喜歡什麼的? 你喜歡什麼的? 這個!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這個是... 我還在路上遇到一個阿光跟我講話 我問他推薦什麼 他推薦這個 消化 它還有...外面還有... 它還有那種... 外面包巧克力的 我覺得你最好是這個 可能會再拿一個 他說這個巧克力比較沒這麼好 因為它會融化 然後全部全部都融在一起 都融化在一起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超級超級好吃 它是蒸果巧克力餅乾 這個白巧克力勒 是很濃郁 可以吃到很濃郁的巧克力口味 所以推薦 我們家平台這個奶油餅乾 很有名喔 現在來到洋魚片區 台湯都一定要吃這個 史密斯的洋魚片 它有超多口味 它的口味很重啊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這是我最愛的口味 鹽還有... 鹽和醋 非常非常的酸 它還有出了薄片的 它有... 就是...比較薄比較脆 不過我還是喜歡原味這樣 因為我覺得那個口感比較好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口味 酸奶還有洋蔥 吃起來酸酸 可是我吃了 最愛的 我每次看到它都像我狂買石包 就是這個 大推薦 這也是... 洋魚片 很簡單它是用... 等一下我想知道怎麼解釋 它就是比較... 健康 因為它是用全毒物 它叫... Hole Green Serious 做出來的 然後... 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是我最愛的口味 Sour... Sour Green Trips 是... 酸奶加... 韭菜嘛 然後... 它還有... 不同的口味 我好像都試過的 Sweet Chili 然後現在這個 它竟然還有那個... 這是什麼... 忘記了 嗯... Bizzo 然後因為我本人非常喜歡Bizzo 所以我是不能... 但如果你本人很喜歡的話 你就是... 可以試試看 所以你可以買 桑拜 的... Chips 很好吃 但是... 澳洲的洋芋片 真的都超... 有很多選擇 然後都很好吃 但是我當年回台灣的時候 超級無敵 想念澳洲的洋芋片 它洋芋片 不但好吃 口感很脆 不同家又有不同的口感 以外它還有很多很多種口味 自己最推薦的 還是Sme 所以... 澳洲的洋芋片 你一定... 就一定要說到... 所以要才一次 它有什麼鳥不會掉嗎 它有很多口味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薄的洋芋片 就是... 薄...脆... 它有非常多口味 像是它有什麼... 各種怪的味道 好像是... 哈尼索亞雞肝 所以是... 就是... 這個什麼... 口味非常多... 多種就對了 然後還有什麼 Rossic garlic and lemon oil chili 所以你來澳洲的話 一定要試試看這個 試試不同口味的洋芋片 如果... 有名的澳洲... chips 所以買的話要買... 買... 美食區 美食區 有小包裝 然後我要推薦幾個 TK就不用說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然後還有... 欸...我想要的賣完的 它是Cookie dough 可以買這一個 好... 這個boost 也是很厲害的 它裡面... 是... 焦糖 然後配奶 這個很好吃 然後來這... 是我推薦的 就是兩個差不多啊 不同品牌 這兩個我超推薦的 這是... 巧克力餅乾 然後... 一個只要75cent 超好吃 可以買回去 當伴手禮 然後另一個就是這個 這是我當初澳洲朋友 推薦我了 它裡面是... 這個類似牛奶糖包巧克力 大推 好像很便宜 才45cent而已 可以買很多的去送給朋友 再來我推薦這個 帕 是... 特別的... 零食 外面是... 餅乾 然後裡面是巧克力 吃下去就是酥酥脆脆的 可以當伴手禮帶回去 它有三種口味 對... 對... 然後有各種 各種口味 它現在黑巧克力出的超厲害 黑巧克力的range已經從... 從70% 一直到95% 那我通常都是買90到95 九叔的口感比較硬 不過... 你是沒有在吃黑巧克力的人 的話我推薦70% 70%真的... 那個巧克力融化在你嘴巴裡面的口感 很厲害 除此之外它有各種不同口味的 還推薦了它這一款 牛奶巧克力 真的是黑壽拿 比較甜 嗯... 我那帶去給我同事他們很喜歡 它有一個焦糖 護蕾的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在哪 所以如果你去超市有看到 Bick巧克力然後就是cream blade 你一定要買 因為超級好吃 它... 吃的時候你還可以吃到它裡面的顆粒 就是... 糖的顆粒 很有口感 巧克力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它竟然出了... Pistachio 開心果口味 那我從來沒有吃過 是推薦隊給大家 Sauté Care 那時候帶回去... 它會比較甜 現在還有做牛奶巧克力加黑壽拿斯 就是... 真果牛奶巧克力 這個很特別的是Milky Bar 是... 用牛奶做成的... 零食 它有分... 原味 還有餅乾的口味 就是... 加餅乾進去 到了軟糖去啦 澳洲的軟糖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有很多口味 然後有色... 腦部重新狀... 熊熊 還有各種... 奇怪的... 形狀... 青蛙... 什麼之類的 非常厲害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可以這麼愛吃軟糖 它有雞寬軟糖 非常推薦 例如下面這一個 我當是會買給... 我當保姆的時候買這個給小朋友吃 Sauté 吃起來... 這是酸的 超又甜 吃起來... 這邊的軟糖 各種不同的口味 而且... 味道都還不錯 所以... 如果有來的話可以... 買軟糖 試試看 還有這個... 有名的小熊軟糖 這很好吃 推薦的一個 Nutella 是... 珍果巧克力醬 台灣現在好像有賣了吧 但是... 很...推薦 記得我乾草糖的影片嗎 哈哈哈 如果你想要試的話 就來這區買 乾草糖區 各種各式各樣的乾草糖 有原味的乾草糖 包著糖果的乾草糖 巧克力乾草糖 糖果的乾草糖 沒有巧克力 你有買巧克力乾草糖 看到我就覺得好可怕 你在澳洲你一定要試這個肉乾 然後他們肉乾還有分等級喔 所以我上一次我朋友告訴我 他有分... 軟中硬 然後硬的你可以攪上那種 量三個小時 就是讓你去登山的時候 補充體力用的 他有很多...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和部位 當然現在這裡我只找得到牛肉 好啦...今天就先推薦這些零食餅乾 巧克力給大家 希望你們會跟我一樣 喜歡 愛上這些零食 那如果你本人在澳洲的話 趕快買來吃吃看 如果你本人不在澳洲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哪一款零食是你看到 然後你非常想要嘗試的 也許有一天我會帶回去送給你喔 謝謝你們看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分享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這是...外面包巧克力的... 蛋糕 不好意思 外面包巧克力的蛋糕 很好吃 很適合拿來吃當小點心